早上講的這個append這個範例 這個是我們用lister的練習 裡面當然就是要輸入了 比如說輸入幾個成績 最後只要輸入-1就停止 程式在這裡 我們可以拿這個程式來做修改 那修改什麼呢 就是這個scope本來是 空的我們用手輸入的 當然你要變成自動 自動的話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先輸出一個什麼輸出一個 檔案在根目錄底下 所以我們第一個需要什麼輸 如何輸出一個檔案scope 到根目錄這個動作 輸出對不對 這個地方 怎麼做就剛剛講的 就是利用那個寫錄檔案的方法 所以在底下 你們往下找一下 我有把那個剛剛的那個寫錄檔 寫錄檔 其實拿這個來做修改 就是這總共四行程式 OK 那你當然你可以建一個 檔案 我的名稱叫file right 然後 底線scope 就是 這四行 其實就可以幫你怎麼樣 把你需要的資料 寫錄到根目錄變成一個純文字檔 OK 當然未來 你在點tst 如果不改 點tst 其實你點 csb也可以啦 反正這個副檔名有時候 甚至你不加也沒關係 只是說 你沒有副檔名 以後別人不知道他是一個文字檔 不過有時候反而因為這樣關係 我們可以取巧 怎麼樣 不知道反而不會亂改 知道的話有時候會亂改 好 第一個就寫錄 所以這邊我有把這個 程式放在這裡 當然 如果動作慢的同學 可以自己先run一下 至少你把這個程式建一個module run一下 它會自動在根目錄產生一個scope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再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的話 我們可以 把它利用前面講的 用那個 read 就是讀 所以這邊後面會是r 然後 把它開起來 讀一行 然後呢 最後用切割的方式 切割的中間加豆點 那就可以把資料 讀到這個scope的 這個list裡面 後面當然就可以顯示 我們要的結果 這個是剛剛講的這個lensht 那另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呢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剛剛有那個MANCE CAI有沒有 其實你們也可以 試一下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那個MANCE.TST 那一樣嘛 我們的MANCE TST呢 這個怎麼來的 其實我們是從那個 之前的那個MANCE CAI這個來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把這個MANCE TRAIN有沒有 倒過來 剛剛是把什麼呢 把那個檔案 讀到字串 切割放正 放在一個list裡面 現在顛倒 把一個list 再怎麼樣 剛剛是切割 現在要合併 現在要合併 合併之後 再放在檔案裡面 把它存起來 顛倒過來 OK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顛倒 OK 顛倒的方式 當然 其實可以想想看 反正不外乎就是 直接拿剛剛的程式來做修改 所以我們可以在 剛剛這個file write的這個 這個範例這邊 可以再建一個什麼 file month 那這個file month 你可以拿那個scope這個來改 那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要這個東西 可是呢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 這個monthCI 它是一個list 但是你list 怎麼辦 這個list 你不能直接 直接丟給它 你要怎麼樣呢 先把它一個一個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呢 後面加逗點 有沒有 取出來中間加逗點 全部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之後呢 再把它輸出 應該懂到邏輯啦 只是要怎麼做 恐怕各位想一想看 串在一起 然後後面加逗點 可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後面加逗點 那最後 這個 有沒有 最後一個月份啊 又會多一個逗點 所以你最後輸出會怎麼樣 會多一個逗點 那怎麼辦 你需要把最後那個逗點拿掉 再輸出 OK 所以請各位 也許剛剛的部分 試一下 如果 OK的話 可以再把它怎麼樣 再利用剛剛那個mance的 這一題 請你把那個mance裡面的list 如何轉成檔案 畫面先畫給各位 試一下 第一個就是 我有把最後答案放在這裡 如果有需要的東西 可以參考 基本上我的做法 大概有幾個 重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把那個原來 我們輸出那個 Scope 就是說scope那個你可以拿來複製啦 所以你也許可以拿那個file 把它那個 一個filescope 這個 這個我是做好了 我把它 Delete掉 這個 重來好了 把它按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也許你有些舊的你可以拿 拿 就是 當成一個範本 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file rights 然後多一個mance 這個是 我們輸出mance 然後呢 再把它打開來 利用它來做修改 可是修改的資料來源在哪裡呢 那就是從那個 之前做過的mance CAI 上面這邊有一個mance的 一個list 拿這個來做什麼呢 輸出 所以呢基本上 我們的輸出資料就是 那個1到12月的資料 它是放在一個list 所以大瓜戶裡面 那我要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輸出變成一個mance.tst的一個檔案 所以未來的話 我會希望 輸出的話會在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 專案下面的這個pi的這個檔案 會有個mance 這個 就長這樣子 OK 那待會我把它刪掉 OK 那怎麼樣把 上面這個 變成一個mance的檔案 前面我們有講過幾個啦 反正就是write的出去嘛 第一個的話呢 因為這個content 等於是我們要把它 那你不能說直接把mance放進來 因為它這個地方是一個list 我必須怎麼樣 先把那個list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一個一個抓出來 串接 一個一個抓出來還記得吧 跑一回圈不就OK了 for什麼呢 for i in 在哪裡呢 在這個range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打一個range 哪一個呢 第0個 到哪一個呢 到這個mance的總長度 總長 總共的 不用簡易啦 因為總長度 它是編號從0開始 所以剛剛好 所以你這邊可以 加個l1n 習慣就這樣 然後呢 去算一下有幾個嘛 反正l1n算完之後 它會是 暗帽號 這地方的話呢 它裡面算完之後 它回來應該12個啦 所以 0 到 其實是應該到11 因為編號的話 index 一定是到11 0到剛剛好 所以這邊不用再簡易 那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呢 去幫我串接 串接的話 content 其實串接就是什麼 加等於嘛 還記得嗎 其實加等於就是 content 等於 content 串接什麼 我需要的東西 那我需要什麼呢 就是 第一個 因為這邊從0開始 所以是mance 中瓜湖 如果你要抓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你這邊加一個i就可以了 所以它這個地方的話會抓什麼 抓第0個 就是抓這個 後面的話要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一個豆點 所以這邊後面我加一個豆點 它就會 這個1月 然後串一個豆點 2月 再串一個豆點 3月再加一個豆點 那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content這個變數 發生錯誤 因為你這個 這個地方是 4回圈下面的 它沒辦法存取 怎麼辦呢 幾個方法啦 要不就把它 就是 變成global 廣域的 要不還有一個方法 你乾脆在上面 設定一個初始值 如果你在上面設個初始值的話 表示這個是 整個程式裡面都可以用得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裡面的話 那變成說呢 只有在for底下才能夠 使用到這個變數 那就變成區域變數了 如果你上面宣告它就變成 整個 整段程式都可以存取得到 變成全域變數 當然 在那個python裡面有個關鍵字叫gobo 不過我覺得 這地方倒不是 不用 不用把程式寫這麼複雜 你就是在上面 給它一個初始值 其實就等同是宣告 因為python它沒有宣告 不像有些程式要宣告 一個什麼資料形態 那因為呢 python 我覺得這點它的優點 跟vba一樣 vba也是不需要 宣告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給它一個初始 就是裡面是空的的一個字串 那這邊就可以存取得到了 那最後輸出的話呢 基本上這個名稱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mance ok 好 write出去 好 這應該ok吧 然後呢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串 一個 1月串一個逗點 2月串 12月 也會串 所以怎麼辦 你想說最後一個月不要串 最後一個月不要串 有幾個方法 就是 做邏輯判斷對不對 也可以啊 比如說i如果等於 假設是11的話 那我就不要串 不過程式好像相對會比較複雜 因為義父 再加個l 的邏輯判斷 如果就判斷l 也可以啦 可是我發現好像沒有 比 另外一個方法更簡單 因為呢 字串 這個 這個形態很特殊 其實無論在任何啦 在java裡面他也是 屬於那個 參考的行別 所以他其實是 去抓字緣啦 一個一個 其實 字串 在python裡面就是一個list 就是一個 這個這個 串列啦 那所以呢如果最後一個不要的話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可以在 輸出的時候有沒有 加一個中刮弧 如果全部都輸出的話就不用 但是呢如果你要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資料裡面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告訴他什麼 開頭 從第0個字開始 冒後 到最後一個字 減1就好了 那最後一個字怎麼知道這總共幾個字呢 LEN嘛 有沒有 錢刮弧 刮弧啦 然後呢 把這個content 放到裡面 再怎麼樣呢 減1 這樣就好了 這招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比你用 所以方法很多啦 所以很多人寫出來 每個人都不一樣 但是我習慣的是 如果有好幾種方法 那我會挑那個程式最簡短那個方法 這個敘述的話就是 我要把 這一個字串裡面 從第0個字 到 最後一個字 減1 這是我習慣的方法 因為像我寫VBA寫Java 其實我也是這樣寫 所以我就一致性的 而且程式也不會多一行 就這樣而已 輸出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把它儲存 這個字串 然後把一個個串 串豆點 然後把他寫出去 write open 這個地方一定要open write出去 減1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原來的這個裡面沒有 然後把他執行一下 他也不會有回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根木屋底下會不會一個mise 有 打開來 後面這個不見 當然如果你沒有加減1的話 假設你原來沒有減1 其實他會把他蓋過 執行一下 OK 你會發現 他其實 就會把舊的刪掉蓋過去就對了 多一個豆點 有沒有差別在這裡 所以 有沒有加那個 差異 就是在那個最後一行 要不要 去掉 那程式部分的話呢 我想 我也一樣 把這個程式呢 一樣 放在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這個程式的位置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前面早上講的還有就是之後我們要上課的其實都在雲端上面 那我們今天大概主要就是把 這個包含就是 串列 還有Dictionary 就是字典 跟那個檔案 資料庫 也許把它講完 然後面我們還有比較重要是 抓網路資料 網路爬蟲 那這個 我早上有講過了 因為那個什麼 樂透 樂透彩那個網站 他最近又改版了 可能是因為我們這本書賣太好了 那裡面都教人家怎麼去爬他們的網站 所以他們馬上 可能上層指示說 趕快給我修改 不要讓人家隨便就可以破解了 所以一下就改版了 如果破不了我就不能坐在這 當然 沒有當然 那不是我們課程 我想說這麼厲害 沒有我的意思說我們是去抓資料 不是說我今天知道說他 下一期要開哪一些號碼 如果下一期如果可以知道開哪個號碼的話 那我真的也就不用坐在這裡 這麼辛苦 不過至少啦如果說你懂了一些分析的話 國外有一些統計啦 就是說至少你會比別人 可以在 花比較少的錢 可以 算出比較 稍微接近精確的號碼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 試試看 然後 再來就是說跟那個 Excel 因為我們這課程跟 VBA 跟 Python 兩者怎麼樣 做一個 互相的協同 因為我的習慣還是 在工作裡面不是 只用單一種程式 因為每一種程式 有每一種程式 不同的特性 跟優點 所以如果遇到 可能比較適合 某一種程式的時候 那我會 用那個程式 比較好 比如說 VBA 說真的他再怎麼樣 他就是 主場優勢嘛 反正你在 Excel Excel就跟他同一家人嘛 所以你根本不用開檔 也不用關檔 直接就呼叫他就好了嘛 你要用什麼就有什麼 簡直是如魚得水 那Python就不一樣 Python即便再厲害 還是 別就是不同公司 也不同的產品 所以他 雖然有他強項 可是還是 這點 還是不如在VBA用 所以我們有部分呢 會 假設 可是像Python 他 抓網路的資料 絕 當然相對的 會有他的優勢在 因為他網路上的資源是比較 比較好的 比較多的 所以這部分當然沒辦法 所以像有一個什麼 BeautifulSuit 那個就很厲害 可以抓那個 網頁裡面 我部分要的 這個當然在VBA裡面就是弱點 他沒辦法 所以怎麼辦 我們可以 先把 資料從網路抓起來 把它存成一個 什麼呢 或許可以把它存成一個 以示有檔案 所以以示有檔的讀跟寫 就跟我們這個檔案一樣 其實說真的 你也不見得一定要用 存以示有 其實你甚至存CSV 也可以 因為CSV在 在Windows裡面開 還是用以示有來開 也還是可以做資料交換 甚至有人 有的網站很狡猾 他明明是 CSV檔 他就故意 把檔 副檔名改成 XLS XLS 那開起來一樣用以示有 只是說 好像有點取巧 明明他裡面就是一個CSV 他是一個假的 假的以示有檔 可不可以過關 好像也可以騙得了 他們的主管 所以有些公司 主管你輸出你用以示有檔給人家 這樣大家方便 可是問題是你要 轉 那個以示有檔就會 假設你是 用其他工具 他Python可以啦 但其他工具有些不行 不行怎麼辦 他就用一個 CSV來 暫時代替一下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 請各位試一下 怎麼樣把LIS 轉成一個檔案做輸出 那我們 早上提到的那個MANS 這個例題 為例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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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說 感谢观看